原本擔心预风来袭会风抢宇宙 在一整这一天 志工的心愿有祝福的力量 其实非常难做决定 可是大部分的人都还是 比较倾向于可以继续办 因为想说都已经走到这一步 然后当然我们也有back up plan 那还好到目前为止 今天的风雨都不算是太大 没有想象中的严重 只有向雨不算是太大阻碍 患者还是来到了 慈激举办疫诊的地点 我到这里到5晨 虽然雨下降了 我来到这里 因为这里给了高压力量 我试试了我的血量 职业25年的肖安格牙医师 担心患者的牙周病会引起身体慢性发炎 他相当重视味教的必要性 一年三次在圣塔安娜为缺乏医疗保险者 守护健康 慈激人不亲眼取消 至少备妥的慢性病药品也要带到 不能让患者中断用药 大约新闻真上美之工林启芬 王淳锦苏慧琴 美国报道